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 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 国土除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之外 还包括周围63个小岛 新加坡有哪些国家冷知识呢 现在一起去看看 一 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 分别是英语 马来语 汉语 泰米尔语 汉语书写用简体汉字 当地引用的最多的是英语 但新加坡国歌的歌词却是马来语 二 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均72795美元 根据2021年的数据 亚洲第一 世界第五 经济一共业 金融服务业 旅游业为主 是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以及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三 新加坡有没有总统 平时好像经常听到新加坡总理的名号 对于总统几乎没有听说过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说 新加坡有总统 而且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印了 比总理还多五印 现任总统还是魏女士 名叫哈利玛雅各布 只不过新加坡的总统只是名义元首 权力没有总理大 这也是在国际场合上很少见到总统的原因 是 第一个到达新加坡的中国人 到底是谁 在公元1330年的时候 著名航海家王大远到达新加坡 据他在《岛一字略》中记载 当时已经有中国人在此居住 这是最早有关国人在新加坡生活的记录 至于谁是第一个人 史学家一直没有定论 我 新加坡的钞票叫新加坡员 新加坡员既有纸质也有塑料质 也看新加坡的总理是国家一把手 但钞票上面的头像确是新加坡 第一印总统尤索夫伊萨 在1000元纸币上还印有果格歌词 六 新加坡国土面积 只有724点是平方公里 这还是加上天海造陆的1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首都新加坡城 由于面积太小 国内既没有省也没有事 只有五个社区 七 在新加坡上厕所 用完不称厕所属于违法行为 包括在家里 因为当地的住房 大都是政府提供的福利房 为者会被罚款 50新币 不管在哪里 不充马桶确实很恶心 吧 新加坡地处业带 有23%的国土 属于森林 最高点为五级芝麻 高163.63米 也看新加坡国土面积小 但境内河流却有32条 大部分都改造成虚水池 为居民提供饮用水源 9.在新加坡烂图呀 要判鞭刑 最少三鞭 据说先打一鞭 养好了 再打 以此类推 估计去那里没有银杆客 到此一游了吧 10.世界上最大的蝙蝠 就在新加坡无名岛上 他的身影 一展长达1.5米 小鞭没见过这么大的 但是见过80厘米长的 11.新加坡的中小学学生 可能是世界上最悠闲的学生 因为当地只上半天课 剩下的半天 由学生自由发挥 12.新加坡是世界上 最大的观赏鱼出口股 世界上25%的观赏鱼 都来自新加坡 13.新加坡购买 四家车非常贵 汽车全部进口 买车需要先办理用车证 往往一辆用车证 比车还要贵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一只四家车的数量增长 小鞭觉得在新加坡 地铁出行很方便 14.在新加坡之上是违法的 因为自杀常常伴随着 对他人的惊吓 比如跳地铁 不仅影响地铁运行 更让周围无辜的行驾 被迫看见血肉模糊的死亡景象 对他们的精神有不可预知的伤害 即使是自己在家上吊 或吞了棉药 死相恐怖 也常常会给毫无心理准备 对第一个发现者很大的冲击 所以必须要禁止 如果自杀为谁 还会被判坐牢 15.全球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国家 是新加坡 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常见的枪壁 电影和注射死刑 新加坡市矫刑还直播过 这个小编印尾有点不引道了 16.在新加坡违反三次公共卫生法规 那能垃圾 土探什么呢 会被要求穿着印有我是垃圾虫的背心 在规定时间 规定地点 打扫三到十二小时的马路 17.新加坡虽然国家面积小 银口少 但军事力量一点也不差 有东南亚以色列支撑 总兵力为7.16万 拥有实力强大的海陆空现代化武器 在澳大利亚 法国 泰国等多个国家有驻军 18.新加坡有花银300多万 其中已成 里和林三姓最多 足挤大多数是福建 广东和海南 19.别看新加坡面积小 但是全国的公路里程居然达到了3000公里 差不多是新加坡到广州的直线距离 顺便说一下 新加坡的交通是靠左行驶 20.90%的新加坡银都住HDB 新加坡可谓是寸土寸金 可政府还是将 拒责有其无这一口号实时到底 高达90%的新加坡银都 住在HDB也就是政府的福利房 首付20万新币相等于100万人民币不到 就可以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同样寸土寸金的香港 这样的价钱只怕连厕所都买不到 不过话说回来 剩下百分之十的银 住哪里呢 当然是公寓 花园营房 还叫别住了 21.在新加坡公共场合 禁止吃口香糖和榴莲 为者罚款50心员 外加48小时社区劳动 22.新加坡总统办公地 一个保安都没有 门口有个按铃 按了门铃之后 会有姻缘开门询问 23.新加坡佛教是全国第一大宗教 其中曹桥和敏邦所创建的越海清庙 和天赋宫收藏有光绪地狱词的墨宝 其他宗教有道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等 24.新加坡港是世界最大沿有供应港口 集装箱烹土量 名列世界第二 新加坡仗义机场 围当尽世界 第十八大繁忙的国际机场 25.新加坡果父 成因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 足己是广东省 梅州市大部县 高贝镇 党西巷 上途是他老家的房子 李光耀老先生 可以称上四个尾银 你们说呢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执事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